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 是非成败间感叹应许 请听汉朝那些事 司马相儒的一篇欲巴蜀席的西文 这篇文章虽然不长 但是语言畅通 层次分明 密质有力 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也正是因为这些特点 西文在夜郎一经发行 就如同给夜郎人下了一剂灵丹妙药 结果是夜郎人的武力行为得到了缓解 谣言得到了控制 取而代之的是理解和原谅的声音 总之一句话吧 西文得到的效果是立竿见影 小尸牛刀取得不错的效果之后 司马相儒由动手马上改为动口了 他用他的笨嘴笨舌和巴蜀的上层人物 还有几个县的县令 进行了友好的访谈 做说服工作 在他的恩威并失之下 结果夜郎的高层领导官员被成功搞定 动口取得的效果同样是立竿见影 就这样 司马相儒动手和动口双管齐下 成功地搞定了夜郎 还当真是高手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接下来 司马相儒马上就夜郎的局势 向汉武帝打了个小报告 提出了具有建设性的意见 还有那些仪族靠近蜀郡 如再行开通舍制郡县 胜过难移 汉武帝一看司马相儒 不费一刀一枪就平定了夜郎内部的动乱 对司马相儒早就已经刮目相看了 所以对他的金玉良眼 几乎是想都没想就同意了 元光六年 汉武帝拜司马相儒为中郎将 作为贱杰王使去和南移各国建交 其实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去搞定野蛮粗鲁的南移 并不是什么美差事 而是一次苦差 但司马相儒既然能轻轻松松地搞定夜郎 对付南移也难不倒他 他审视多事 采用了三步走的政策 首先是说服 这一次司马相儒费尽了口舌 采用工薪政策对付南移人 鉴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一代才子司马相儒的口不如笔 因此他的副手有幸成了演讲大师 他生情并茂地 对司马相儒写的演讲稿一番照本宣科 效果同样是感天动地 也感动了南移人 第二就是赠礼 这一点不难理解 有钱能使鬼推磨 古往今来 用金钱开路 那基本都是通杀 第三就是武力 司马相儒在进行说服工作 以及用唐衣炮弹对付南移的同时 还派出副使王燃带领汉军 进行了军事演习 大有养我国威之意 就这样 结果也毫无悬念 搞定西一 这搞定西一看起来 轻轻松松简简单单 好像只在谈纸一挥剑 但实际上却困难重重啊 司马相儒是以高瞻远瞩的目光 坚忍不拔的意志 顶着压力 克服困难 冲破阻力 来完成这艰巨任务的 当然 他之所以能成功 除了自身的实力之外 还离不开一个人的帮助 这个人 就是他的岳障 卓王孙 在前面已经说过了 司马相儒的岳障 卓王孙 一开始并不同意 他的宝贝女儿 嫁给司马相儒 那原因很明显 一是他女儿 卓文君 长得太漂亮了 且引用古文赞美 卓文君的原话来说吧 眉色远望如山 脸际长若芙蓉 皮肤柔滑如枝 长得美到也还罢了 更重要的是 才华横溢 她那一双千千玉指 能弹出旷世之曲 这样即才貌于一身的 奇女子 自然就是数到一枝花了 第二呢 他们老桌家 在川鼠一带 那是有名的富豪 用史书上的话来说 就是林穷自古称樊树 大致意思 就是赞美秦汉时期的 古林穷 而造就林穷樊树的 杰出人物 主要是桌成二谷 尤其是桌氏货植世家 林穷桌家 本是赵国人 以野炼钢铁致父 桌氏一家林穷 在嬴政称始皇帝之后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 为了巩固政权 消除六国旧民的反抗 强力推行 洗民和千富豪的政策 把六国的不良分子 下放到各个边区去劳改 而富豪之家呢 则强迫迁移到秦国旧地 一来便于监视 再则利用他们的资本 发展经济 桌家就是这样 被流放到巴蜀 老毛深算 而又具有野铁生产经营经验的老卓 听说问山之下 卧野下有尊施致死不羁 民工于世一股 于是要求远迁至林穷 到了林穷 他果然乐了 这里除了卧野 还有铁山 铜山 盐井 于是运筹策 请滇鼠之民 开矿野链 生产经营 盐和铁制 军械 农具等产品 畅销西移 南移和中原各地 如果不是铁器容易锈石的话 今天从川颠到烟罩无悦的土地中 都可以掘出桌家所制的锄头和镰刀来 桌家不仅野铁主颜 而且还与邓通合作筑浅 当年的汉文帝 不愧为中国历史上有作为的皇帝之一 他和他的儿子汉景帝 一起实现了汉朝初期的文景之治 但是汉文帝沉溺于南色 宠幸邓通 恩赐邓通 沿道之铜山 并允许他自由筑浅 而邓通远在京城服侍皇帝 又不懂野猪业务 于是以铜山为资本 借重卓王孙的技术 合伙求财 其实邓是钱变天下 一大半是卓王孙制造发行的 与邓通合作筑浅 卓家的盛运 更是发展到了一个巅峰 卓家经过三世经营 传道卓王孙这一带 已经是复制住千人 天池涉猎之月 逆于人均 那奢华程度可以跟皇帝相比了 是真正的富可敌国 总之一句话 如果在汉处搞个福布斯排行榜 那么卓家当之无愧排在榜首 而司马向儒是个出名的穷酸秀才 衣不避体食不果腹 当真是一个在天上 一个在地下 门不当户不对 完完全全是两个相差悬殊的档次 也正是因为这样 当年司马向儒用琴一曲凤求黄 挑的卓王孙的女儿卓文君 来了个午夜私奔 卓王孙是又急又气又怒 为了卓家的声誉 卓王孙对外通告 不认这个女儿了 不但不认司马向儒这个穷酸女婿 而且连女儿也全当白养了 由此可见卓王孙的愤怒 可是呢 生米早已经煮成了熟饭 当看着女儿带着司马向儒落魄地回来 而且在家乡开了一个客栈的时候 万般无奈之下 在面子和亲情的双重压力下 最终卓王孙原谅了女儿的过失 认了司马向儒这个不成器的女婿 你想啊 怎么能不认呢 卓王孙身为川属一代的富豪 怎么就能眼睁睁地看着女儿女婿 开个小酒店 做那小本生意呢 可是 卓王孙很快就发现了 他这一次 看错人了 金龙岂是池中物啊 暂时的落魄并不代表永远的落魄 司马向儒仅靠一篇子虚负 就赢得了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的芳心 接下来 骆驼书生一跃进龙门 被汉武帝调入京城 在他的身边担任了秘书 真可以说是时来运转 而真正让司马向儒名流史册的 是因为他在蜀渊独道 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因为唐盟的不中用 汉武帝派出了司马向儒出山 有两个原因 除了司马向儒是公认的才子之外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司马向儒是成都人 按照仪仪制仪的说法 他就是仪蜀治蜀 出山名正言顺 当真值得期待 果然 司马向儒仅凭一纸习文 就搞定了叶狼国的动乱 随后司马向儒向汉武帝提出了 穷乍染马嫩者 禁蜀道义一通 秦时尚通为郡县 至汉兴而罢 金城复通 为之郡县 欲语难移 这一建议 不战而屈人之兵 汉武帝自然高兴了 于是汉武帝就封司马向儒为中郎将 见节王室西宜 所谓的见节呢 就是担任天子的特使 就是后世所说的钦差大臣 四马赤车 威风飞凡 自秦朝开军以来 成都还是第一次有这样一位显耀历领 所以蜀人对司马向儒的一锦欢乡 表示了热烈欢迎 达到了万人空相的程度 司马向儒到了林雄 更是被奉为上宾 那真是无上之荣耀 就连他的富豪老丈人 卓王孙 顾盼得意之余 也不免愧悔啊 愧然而叹 我应该早点把文君嫁给他 人争一口气 佛争一炷香 这话绝对没错 卓王孙发完这句惊世感叹之后 接着就对金归婿 进行了无私的帮助 司马向儒此行的使命 是以安抚为原则 办的是送礼外交 但是他的官队和礼物 要畅达各一步 要体现天子的威严和恩责 以及特使的威风 必须要有畅通的道路 承载他的大队人马 于是在司马向儒的主持 和蜀郡地方 以及老岳父卓家的打力支持下 进行了西夷官道的开拓 他们千辛万苦啊 封山开路 遇水大桥 把天威和恩责带到了西夷各部 在西夷这片土地上 创道德之流 垂仁义之统 促成西夷内附 实现民族融合 于是林穷以西 北起问山 南起云南 这一片大约三万五千平方公里的土地 从此就归入了汉家版图 司马向儒的这一历史功绩 并不亚于他在慈父文化方面的贡献 同样的光耀实测 之后随着历代官方和民间的不断开拓延伸 终于形成了蜀渊独到 也就是延续至今的南方丝绸之路 司马向儒搞定了西夷之后 终于站在了人生的顶峰 很多人都对这个财气过人的财子 大户仕途不可限量 司马向儒也有飘飘然的感觉 这次来川鼠前就已经是中郎将了 立了这么大的功劳 他的仕途再度青云直上 看起来已经毫无悬念 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可世事无常啊 这话一点都不假 事实上 司马向儒凯旋归来 汉武帝也不怠慢 亲自站在城门口来迎接 对司马向儒的待遇不可谓不高 只是司马向儒脸上的笑容 马上就僵住了 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呢 手上已经多了一副手铐 紧接着汉武帝极其友好的 请他进了一个特别的地方 牢狱 汉武帝给出的原因是受贿 功成名就遭人妒忌也是正常的 有人告诉马向儒 在搞定西仪期间收受他人钱财 而且数额巨大 汉武帝最痛恨的就是腐败 最注重的就是反腐 于是司马向儒一入京城 就被双规 那也是正常的 司马向儒进了大狱 却急坏了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西汉的美女家才女卓文君 可是卓文君脸上的泪水 很快就被笑容给代替了 原因是司马向儒出来了 保释司马向儒出来的 是他的岳父卓汪孙 有钱能使鬼推磨 这话一点都不假 可司马向儒出是出来了 但头上少了一样东西 乌纱帽 汉武帝本着死罪可免 活罪难逃的原则 给腐败分子司马向儒开出的 罚令是 隔出官职 回家建设新农村去吧 半君如半虎 面对仕途的起起落落 面对人生的变幻无常 面对官场的尔虞我诈 面对蒲依素庄的妻子卓文君 司马向儒长须短叹 心中似有千千节 昨天的风光还历历在目 今天却移成了明日黄花 而与司马向儒的落寞成为鲜明对比的是 妻子卓文君却欢欣鼓舞 一路上蹦蹦跳跳的 好像又回到了不安适适的 孩提时代 当然 卓文君之所以在相公司马向儒 发出苍凉之声以后 他却以副采菊东篱下 悠然陷南山的样子 除了看淡功名利禄的豁达 还有其他的原因 卓文君不会忘了 在他十七岁那年 他经历了人生的冰火凉冲篇 他原本是被许配给了皇孙 一位公子哥 却不料这位公子哥英雄难过美人观 婚礼还没有举行呢 人却到阎王那报道去了 于是如花似玉 花一样年华的卓文君 有了一个新的代名词 寡妇 从此这漫漫长夜 清灯相伴 寂寞谁人知啊 难道自己就这样孤零零地过一辈子吗 换一个冰冷冷的贞洁牌发 一切的一切似乎印证这么一句话 红颜命苦 直到有一天 一曲婉转悠扬的琴声 如丝如麻一般传入他的耳畔 直透他干枯已久的心田 一阵阵涟漪荡得他心中 小路乱蹦 司马向如平着一曲 凤求晃 走进了他的世界 凤系凤系归故乡 遨游四海 求其晃 十位玉系 无所将 何物今系 生思堂 有艳游四海 有艳淑女在归房 视而人侠 独我尝 何缘交警 为鸳鸯 胡携抗戏 共翱翔 黄夕黄夕 从我期 得托滋味 永为非 交情通意 心和谐 中叶相从 知者水 双翼俱起 翻高飞 无感我思 事于悲